线条的连身裙,两个蓝啊,深蓝和我身上的浅了 它的面都很爽,很柔啊 再来就是这一个白色QOODS SDS21价钱是98 minimal selling price98,一样是有产家规定必须要卖的价钱 这个最大是产家,它比较少有连身裙,OK 只要找连身裙,这样子线条来,强力推荐 帮帮我 哈哈,我的爱人要叫我帮他拉拉呢 你看自己要拉上去了,我想看 这样子啊,这个面料是quarton面料啊,那种比较衬衫版的那种quarton面料就对了 整件啊,前面所有的扭扣是可以开的,袖子是属于一个长袖,OK 属于一个长袖的那个袖子就对了,你微微可以这样子拉上去,OK 来,去看这个款式,我很喜欢它扭扣这样子黑色的 所有的扭扣是黑色的,有线条的,OK 它的面料是有线条 白色的,米白底,黑色线条 浅蓝的底色,白色的线条,OK 后来穿起来是属于一个长裙的那个版本了吧 后面没有太多小细节,就中间这样子破线来称 想要整体穿起来比较有曲线啊,你可以细上腰带啊,我细上腰带给你们看,先来一下子啦 这一件啊,因为它是比较长啊,我记得你们都细上腰带啊,会比较,我记得上半穿的话,我记得你们细腰带会比较有曲线啊,可以绝到有曲线啊 来,我细的话,我会记得你细黑色的,为什么呢?因为它的纽扣是黑色的,我应该细上黑色的腰带,整体它穿起来,它会比较有曲线 这件XXL是穿得到啊,XXL的裤子,一上回铁到120多件,所以XXL的裤子没有问题哈 除非说,你去旅行你想要穿的比较修饰,比较舒服,然后不想要有约束感,你蹭步学这个是蹭达的 来,你看啦,完全是没有拉伸,是这么宽啊,所以说,线下的顾客是可以的,可以,线下单打Cold Color啊,Freeside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长版的一个款式,也是属于一个纯新的款式 是我的话,这个款式我反而会觉得细上腰带会比较好,因为它有点比较宽荡啊,所以说,细上腰带整体会比较有曲线 总之,如果你想穿起来完全没有约束感的话,你就不细腰带,OK,是可以,只是如果你上班,你想这样穿的话,我们都建议你细上腰带,OK 下单的蓝的要写好啊,你要伸蓝还是浅蓝,我身上这个是浅蓝啊,助理身上那个才是伸蓝 因为你把羊带细了上去啊,它就没有,拉一拉它就没有这么长 对啊,因为可能说身高有些第五多的嘛,可能说,诶,我们的细腰带,可能最开场,你这样子细上去,整体也这样子上班 对,你这样子细上去啊,完全风格就不一样啊,就说适合上班床啊,上班记得一定要细上腰带啊,然后说... 好啊,深蓝还是浅蓝?是的,所以说,我建议上班床就像这样子整体,适合上班床的一个款式来的啊 诶,像助理这样微微拉一点点?对,它有去现的来,它会这个,这个的版型它会比较带松弛感的感觉 因为它是比较,比较宽松的一个裁件啊,这个所以说上一个色啊,写住的话,我身上这个深蓝色啊 它是比较汉色啊,那种汉系,那种版本就对了,ok 这个下单打cut color就好了,ok?cut color就好了,因为是free size 不要打size啊,打cut color就可以了哈 一样啊,整体穿起来,它是没有约束感,想要穿起来比较有去现感 就像刚才这样子,细上腰带就好了,细上腰带一样是有两个不同的款式啊,就是你可以一个拉回,拉一点出来 像助理这样子,整体要穿起来像两件式这样子啊,来,我将把腰带细上先啊 细上腰带之后,细细拉一点也出来,它就形成要挤两件式,白色,有没有白色会动吗?可是还是那句话呢,基本上给我的话,我可以接受这一个这样子的透度 因为我里面,毕竟我里面穿的那个内战也是裸色系啊,我都建议说,尤其在阳光之下啊,我觉得白色你们都要穿打底啊,对啊,穿打底比较安全啊,白色穿下打底会比较安全啊 ok,我身上这个白,白色它的底色是米白,然后线条是黑色,浅蓝,ok?这个是浅蓝,浅蓝它底色是浅蓝,线条的颜色是蓝色,最最最最深的颜色就是你身上的那个生物蓝色,线条是白色, 三个色,写上的话可以带给我身上的那个生蓝色吧,ok?可以到平时XXL误合没有问题啊,这一件它是属于比较的,比较宽松版性的哈 ok,三个色,它属于一个长裙的那个版本,可以穿休闲版,然后如果你想要上巴,我就建议系上腰带,所有的扭绕都是开得完的就对了,ok? STS21,0个色就5件了呀,所以要的话,对对对,5件,而且要的话动作快哈 STS21价钱是98,Freeside,XML到XL的顾客都穿得到,ok?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,下一个款是裤子啊,这个裤子的数量很少要我快速的带过,ok? 裤子的裤子是PP,好的,conning的是浅蓝色,怎么赢的?PPF64,这要钱是去的 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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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